一直都回来啊你 本来就没想走 刚刚只有一点急事 你以为我们会蠢的 相信你第二次吗 上次你侥幸跑了 这次别想跑 你还跑 你跑啊 邱总 邱总 是你 是你 怎么回事啊 邱总 我们抓到一个小偷 我说这怎么哪哪都有你啊 跟你有关系吗 你们告诉他 我这个穷摄影师是谁 这次算你走运 我们邱总 图色心肠 帮你把钱都给垫了 这可免了你的牢狱之灾 整个欧诺集团的厕所 都给你打扫 这 这整个是多少啊 我们欧诺集团啊 有酒店啦 还有这个商场 你说厕所呀 不知道 但都是你的 找不到 他把自己做到的 你把老小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怎么还睡上觉了 赶紧起来干活啊 你喊什么喊啊 不行你来做啊 你这小偷你还理直气壮了 赶紧把活干了啊 真是懒得理你 喂 你好 请问是医院吗 对的 昨天有一个做整容手术的病人 叫陶晓迪是吧 已经手术完了 还在昏迷当中 你们办得怎么样了 你急什么呀 麻药劲还没过呢 你要是担心她 就明天再过来看她吧 我说完了吧 你就挂 这么有精神啊 到我这儿发泄了 不然怎么办啊 约你你又放我鸽子 还不到你家堵你啊 你也够狠的啊 害我等了你一个上午了 一个上午都等不了啊 来一句啊 你这是又想看我的车尾灯了 还想试试被我超过的滋味 不比了 不比了 不公平 你是大人 我是小孩 我怎么信也赢不了你 按你这么说 你肯定赢不了我 想想还有什么办法 再好好想想 先骑到那边谁就赢 你少赖啊 我定了规矩才能赢 游轩 我定规矩才能赢 我和我 不错啊 可我还是输了 再想想 爆发力你不如我 耐力可能平分秋色 速度也差不多 可是你为什么总是挡着我 你是故意的 这是我的策略 我就是要超过你一点点 然后控制好你的节奏 骑车你也玩策略 别人永远都不会告诉你答案 只有靠你自己破 好啊 那我们再来局 谁先到码头谁就赢 你这一下午都挺安静的呀 那帮女朋友没给你打电话啊 别闹了 自从你在伦敦 把洪大师介绍给我之后 我就发现 摄影比谈恋爱好玩多了 劝你一句啊 现在当董事长了 现在当董事长了 收手薪 要不然难以负重 还让别人说闲话 谁说当董事长 就要废寝忘食 热里万机了 我说将军 你在国外生活了几年 怎么就这么傲逃 真正有能力的优势 是知道怎么用人 而不是拼命地干活 我爸就是活生生的粒子 如果能有一个 我以重任的人 也不至于把身体累垮 你在我这儿都待一下午了 赶紧回家吧 还要赖在这儿送晚饭啊 你这么着急赶我走啊 是啊 我被你扁了一个下午 还饭没吃 再说了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说 你能有什么正事啊 赶紧撤 赶紧撤啊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我要跟你讲啊 您说 我知道我在你的眼里 还是个孩子 我自己很清楚 现在很多事情 等着我去做 我得替我爸守着这一切 照顾阿姨 不断要管理好公司 还有扩展欧诺 对于这些 我是很有信心的 总有一天会实现 但是在这一天 来临之前 我需要有一个人 扶我一把 将军 回来帮我吧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阿姨 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我诺总理的位置 我永远给你留着 将军 回来吧 我爸都走了 还有什么顾虑是你放不下的呢 你记住 你爸是我大哥 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在我心里他永远都是我亲大哥 那如果说 你担心的是董事会的那几个人 你放心 有我在呢 你要保护我啊 我是正式地邀请你回来 我知道 以你的性格 肯定不会马上答复我 我会给你时间考虑 但是 你不要让我等太久 说完了 走了